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三号下午在北京会见了蔡衍明董事长率领的 台湾旺旺忠实媒体集团访问团一行 汪洋指出,维护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 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有二共识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我们愿意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发展提供同等待遇 使两岸同胞关系更密切,交流更深入,利益更融合 汪洋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只有两岸关系好,台湾同胞才能好 希望旺旺忠实媒体集团秉持一贯立场 坚守民族情怀,善尽社会责任 积极倡导两岸一家亲理念 继续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苏辉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三号下午在北京会见了 饶影旗率领的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一行 汪洋说,多年来 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形成了定期互访的活动机制 建立了坦诚务实的合作平台 打造了民意交流的重要品牌 在增进同胞相互理解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汪洋强调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 民族复兴是人心所向 大陆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稳定的 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 合作和心灵契合的理念不会改变 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 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办好事的政策力度不会削弱 希望持续深化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交流 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 带动更多新生力量参与交流 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 夏宝龙 苏辉参加会见 夏宝龙 光说 gat动时 大金